好,那么现在咱们已经把这个模型给它训练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使用代码去把这个人间检测这个项目给它完成出来 首先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一个完整的流程是长什么样子的 就是咱们比方说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模型吧 那么现在咱们是不是训练好了对于一个输入 比方说这个输入是一个227乘上一个227的 然后咱们的模型就会得出来这样一个结果 当前的这个输入它属于0这个类别还是属于1这个类别吧 那么大家现在想这样一个事 咱们实际要检测的图像一定是一个227乘以227的吗 它一定就是一张人脸或者是一张非人脸吗 不见得吧,咱们来画一下 比方说现在有个输入是这样式的 它的一个大小可能是一个这块是800 然后这块是600的一个大小 其中这个人可能在图像当中的一个区域 咱们要做的是不是说我要把它的人脸框出来 这个时候大家想一想 我可以把它resize到一个227乘以27的 然后进行一个分类的任务吗 好像来说是不可以的吧 因为来说现在它不是一个人点或者是非人点 而是一个实际的一个生活照 或者说是一个带有人的一个生活照 那么这里咱们提出来一种方案 叫做滑动窗口 现在大家解释一下滑动窗口是什么意思 比方说还是这个图像 我给它画一下稍微大一些 然后在这里咱们滑动窗口就是说 我造出来很多个27乘以27的大小 在这里比方说这是一个seal一个seal的 第一个seal它是一个27乘以27的 这是一个标号吧 1,然后这块有个2,然后后面有个3 底下也是一样的 我可以标个456789 我都写下吧 456789 我可以画出很多个滑动窗口 那么对于这个滑动窗口来说 我们可以把原始的输入画成很多个窗口 就是说看一看这个窗口当中 有没有含有这个人点 这个就是咱们一个整体的解决思路 其实关于这个滑动窗口 我现在可能一步滑太大了 那么也可以一步滑的小一些 比如说这块是第一个窗口 那么第二个窗口是这块 第三个窗口是这块 第四个窗口是这块 咱们也可以一步小一点的滑动过去 咱们是基于在原始图像上 每227乘以227的一个小seal 做这样一个窗口 直到咱们把原始区域上 很多个窗口都滑动一遍 看一看哪些窗口是属于人脸的 那么大家现在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再重新建议着 对于一个人脸来说 这个人脸它一定是一个 227乘以227的吗 我肯定能找出来一个窗口 能滑到这个人脸这个位置吗 好像来说不一定吧 有些人脸可能比较小 可能它就是一个50乘50的 那这样对咱们的检测来说 难度是不是很大呀 或者说有些人脸很大呢 它是一个400乘上400的 这些它都不是一个227乘以227的吧 但是咱们网络的要求是 必须是一个227的一个seal 才能代表着咱们一个小的窗口吧 这个是为什么 因为咱们在之前训练的时候 是不是说我先把所有的数据 都resize成一个227乘以27的 所以说咱们的模型 现在只具备这样的识别能力 它只能够去识别 这样27乘以227的大小的一个窗口 对于其他窗口呢 或大或小它都识别不了 所以说咱们现在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对于小人脸和大人脸 我都想给它识别到 那我该怎么办呢 那么其实咱们可以做一个多尺度的skyl变换 咱们来解释一下 多尺度的skyl变换就是说 首先我还是这张图 比方说它还是一个800乘上一个600的吧 它们人脸永远是在人图当中相对这个位置 我可以给它放的更小一些 咱们来看 假设说我给它放的更小一些了 那么这个人脸相对来说 是不是也变得小了一些了 那比方说原来的一个窗口是一个 我比方说举例吧 原来是一个300乘上一个400的 那我给它放小之后 它有可能变成一个 这里举的大小可能不太恰当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伸缩变换 使得这个窗口变成一个接近于227乘以227的 这是对于大的人脸 咱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 把原始图像进行一个缩小吧 缩小成一个较小的 那么这个人脸是不是也变得较小了 我还可以进行一个skyl变换 假设说当前这个人脸较小 那我给它变换大一些 变换大一些 这个人脸相对完 变换完之后是不是也相对大了一些了 那么这个窗口是不是也变得相对大了一些了 也就是说对于咱们原始的输入 它可能或大或小 这些都不要紧 咱们可以做一个skyl变换 skyl就是S-C-A-L-E skyl变换就是说 我对原始图像进行很多个收缩 或者是放大的变换 让它既有大图又有小图 那么在小图当中 它的人脸就稍小一些 在大图当中 它的人脸就稍大一些 咱们做完了这个skyl变换之后 比方说原来就是一个输入 咱们现在做了一个skyl变换 S-C-A-L-E 我做了一个skyl变换之后 我给它变换成10个行不行 变换成10个 它是像一个图像金字塔似的 我画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叫做一个图像金字塔 我们看最上面可能是有一个输入 它就是一个这么大小的 然后下面它又有这样一个输入 它可能又稍大一些 下面又稍大一些 下面又稍大一些 也就是说原始的图像 咱们做了很多种变换 使得比方说原来一个500 原来一个600乘以500的 现在最上面的可能是一个 我就是 比方说随便写吧 100乘以50的 下面可能是一个200乘以100的 下面可能是一个 反正多大到有都有 它可能都是一个变换 400乘以个200的 然后一直点点点点点 一直到最后可能是一个2000 成上一个1000的 咱们可以把原始的图像 进行很多种的style变换 那么现在是不是说 咱们什么大小图像都有了 什么大小图像都有了 它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在原始的图像当中 有这么大人点 也有更大一些的 也有再稍大一些的 多大大小人点都有了 那么是不是说 总会有一个大小 是适合咱们这个227的 比方说 第一个咱们拿27来框 看它不太合适 给它pass掉了 这里没有人点 那么第二个呢 还是通过这个27去框 还是没有人点 第三个还是通过这个27去框 还是没有人点 等到我直接到某一个时候 我通过这个27 乘以27的cell一框之后 我发现这个模型说 它里边是属于人点的了 直到有一个 它属于人点 咱们就把当前的这个style 检测出于人点拿出来 也就是说呢 咱们可以通过不同的style变换 去检测到 或大或小人点 其实都是可以的 好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一个 整体的思路 那么大家现在先想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咱们去检测人点的时候 我们看咱们现在是吧 输入有各种各样的吧 输入可能是有很多种大小的 输入大小是不一的 大小是不一样的 咱们的输入 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咱们来想这样一个问题 不同大小的输入 咱们都要通过咱们的model 进行一个卷积网络的前样传播吧 那么大小不一样 好像来说是不可以的吧 为什么因为咱们的神经网络当中 有一个层叫做全连接层 全连接层是什么意思啊 它前面要跟特征相连 后面呢要得到一个特征向量吧 那么咱们是不是在训练模型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全连接层写死了 它前面连的特征就是一个固定大小的 它的shape是一定固定的 这个东西是咱们写死的 它不像卷积 它是有伸缩性的 对于一个全连接来说 它的连接大小是必须要固定下来的 那咱们来想一想 一个不同大小的输入 比方说我一个比较小的输入 经过我一层卷积之后 可能得到一个特征图大小 跟我一个大的输入 经过卷积和持画得到的大小 肯定是不一样的吧 咱们得到最终的特征图 比方说这个A特征图和B特征图 它俩得到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B肯定要比A要大一些吧 对于一个相同的网络来说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说 现在A和B来说呀 它的Shape是不一样的 那Shape不一样 我既想拿A连这个全连接层 又想拿B连这个全连接层 怎么办呢 好像来说 这个东西比较难做 那有没有一种方法能进行一个变换呢 其实这个方法是有的 咱们一会儿呢 也是要用这个方法去做这件事的 我们需要先进行一个稍微的转换 也就是说在这里啊 咱们就不能用这个全连接层了 因为咱们是一个多sky的输入变换 输入大小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需要把全连接层转换一下 转换成一个全卷基层 全卷基层的意思啊 就是说这回我不用全连接层了 我还用这个卷基层来替换这个全连接层 只不过说呢 在卷基层里边啊 我参数稍微发生了一些变化 你全连接它不是一个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 是这种连接方式吗 每一个都跟其他个所有的都进行一个相连 那我用一个全卷基来代替 可不可以呢 其实啊也是可以的 全卷基啊意思就是说 在这里啊 我指定了一个 我指定了这样一种变换 咱们的卷基参数啊 咱们的filter核 它就是一个一乘一大小的啊 跟咱们全连接好像是有点差不多的意思吧 咱们把这个全连接层转换成这样全卷基层 就可以使得咱们一个多sky的输入是可行的了 这一步是咱们必须要做的 也是啊 大家在之后做一些项目的时候可以借鉴的 通常情况下呢 对于一个全卷全连接 它没办法是输入是不同大小的 所以说 一旦呢 咱们的输入啊 它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咱们也可以给它 转换成一种全卷基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策略 那你这个全卷基该怎么样变换呢 咱们可以看一下 我给大家打开一下卡费的官网 卡费的官网当中啊 给咱们有一个明确的例子 咱们也可以参考着这个例子啊 来去做这个事 那么其实我是怎么做的 我就是参考着它这个官网的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的工具啊 已经给大家提供出来了 大家可以完全按照这个工具啊 去做这件事 我们看我们把一个classifier 一个分类器转换成一种全卷基的网络 转换成全卷基的网络 其实我们这点定义了一个啊 其实这个官网给咱们看了一下 全卷基啊 跟全连接有什么不同 刚才给大家说过了 只是最终啊 咱们层的参数定义不一样了 原来咱们的定义是一个type 是一个卷基的参作吧 所以说咱们现在呢 给它卷换成啊 之前是一个全连接的操作吧 现在我们给它转换成一个卷基的操作 那么卷基操作当中呢 咱们把这个filter 这个盒啊 制定成一乘一 我们看这块一个kno size 它是一乘一的吧 给它写成一乘一啊 其实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一些代码 我们看 在这块咱们只需要写这些代码啊 咱们直接到时候把这个代码给它复制下来 就是这些简单的几行啊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全卷基的网络啊 给它制作出来了 其实要制作全卷基网络啊 需要什么 需要咱们一开始训练好的这个cafee model吧 也就是说咱们之前是用全连接层 训练了一个01分类的cafee model吧 要把这个cafee model进行一个手术啊 把它要读进来 然后呢 咱们还要写这样一个全卷基的protoTIT 这个全卷基protoTIT啊 其实就是说 咱们之前是不是写了一个tune的protoTIT啊 在那底边咱们最后全连接层是type是全连接的 咱们在这个全卷基当中呢 只需要把最后的type改成全卷基就可以了 再把filter改成一个一乘一啊 就是可以的 这里呢 我们需要指定你要把哪些层进行了变换 比方说啊 咱们就把这些全连接层 对于AlexNet 对于这个AlexNet AlexNet来说啊 它不是有三个全连接层吗 我就把这个FC6和FC7 还有FC8 都给它转换成这样一个全卷基的形式 直接把这些代码给它复制下去 然后呢 咱们再把这个model啊 用它保存一下 那么现在咱们得到的新的model就是一个全卷基的model了吧 这一步啊 其实啊 并不是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操作 咱们只需要呢 照着这个官网 把这些代码给它复制下来 比方说 现在呢 你是把三个层转换成全卷基 你按照这样格式 写三个层 你要转换两个层 怎么办呢 把两个层写上来 是吧 然后呢 把你的一个diplow 一会儿咱们再说这个diplow 再把你的cafeemodel 还有这个东西啊 都传进来之后 咱们对它做这样一个手术就可以了 这些代码直接复制下去 然后咱们运行一下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全卷基的model了 好 然后呢 咱们再来接着说 现在咱们转换完全卷基之后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做这件事了 好 那么下面呢 咱们就用代码实际的来演示一下 咱们该怎么样去完成这个人脸检测啊 这个完整的一个代码的操作